主料,猪肉馅400克,辅料,油,盐,葱,姜,料酒,鸡蛋,酱油,倒饼,鸡精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食材,将肉馅加入鸡蛋,酱油料酒充分向一个方向搅匀上进,将葱切成细末,然后略剁,倒饼切成细末细渣最好, 加入好的姜葱末,加少许盐,鸡精一起拌匀,将切好的饼末也放入肉中拌匀,拌好的肉馅绿形一会,让饼末与肉充分融合,锅中放适量油烧到5成左右热度,下入肉丸,可以用手挤,也可以用勺挖成形,保持中小火炸至肉丸,便成为黄成形捞出,将锅中油转大火充分烧热,将肉丸放入锅中复炸, 炸一遍,炸至肉丸变成金黄色,熟透捞出,炸好的肉丸立油放盘中,撒椒盐或直接食用都可,烹饪技巧,一,肉馅选三分肥七分受最好,二,如果炸馒头,去皮搓成细渣更好,三,第一遍油炸时,要保持低油温,中小火,慢炸, 以免造成外壶众生的现象,四,炸一定不要过量吧,如果淡了,可以配胶炎食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